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就回這次的港深港高速鐵路 作為一個十大基建 加速我們中港的融合 提升我們香港的經濟能力 我想這方面 大家都不論質疑 對全港是有一定的好處 但現在往往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全港的好處和地區的利益 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我想港鐵公司是如何在中間 做一個平衡點 因為大家都看到整條鐵路 大部份的路段都是經過元朗區 但元朗區的居民 或是西地區的居民 暫時說就看不到有一個 即時對我們有一個直接的好處 我就想看一看 港鐵或者特區政府 會不會在設計上還有空間 去作出一個調節 令到我們元朗區或是西地區的居民 都覺得我們如果假設支持你 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的居民都是有一定的好處 我有幾點 其他同事都提過 我都希望能夠盡點去提出 第一件就是不環線的事 原本這條鐵路是用了一條共用通道 共用通道就帶和馬 我們不環線可以即時上馬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 立刻改了一個專用通道 我們在地底經過 但我們完全沒有好處 不環線是繼續不起的 繼續放下了的 這個我想是我們很多議員是擔心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同事人今天答應我們 不環線可以提前上馬 我們想支持你這個方案的時候 不環線都有一個好處 另外第二件就是元朗撤站那些 上次你說到說不可以撤站 因為那個提速的問題 或者各方面的問題 今天看到的資料 完全不是這樣的事 看看深圳市政府 在深圳市這麼近距離 福田和龍華這麼近距離 近我們九龍西 去到我們元朗 都可以撤站 如果你現在說我們香港 不可以在元朗撤站的話 那你就沒有深圳市政府 沒有香港政府不要緊 沒有深圳市政府他們的能力 我覺得絕對有一定的問題了 人家深圳都做得到 為什麼我們特區政府做不到呢 還有人家又不會考慮這些因素嗎 那這個希望你能夠解鬥一下 第三件 我都希望廣調想一想 就是說現在我們元朗市 有很多通風口 還有一個緊急站的 其實果樹上面 你們都徵用了很多一些土地的 我見你在廣島區其他地方的時候 你們一起好了之後 你會將那些土地 還原為一些看落設施 我想問一下 在元朗區那些 你會不會在一些通風口附近 你的工地範圍 或者在緊急車站上面 就是那些工地 你起完之後 將它變成一些休憩公園 或者一些球場 或者其他一些休憩的設施 令到元朗區的居民 都能夠可以受到 如果不是工位就對著我們 但是用不到 我希望 那些公司 在這方面 能夠考慮一下 今天 尤其是這個時候 可不可以給多些明確答覆我們 令到我們做一個 跟著接下來的 投票 或者對你們 方案 支持的時候 有一個好的指引 我們要做結 好